这一小节我们将实现考试系统生成Word试卷的项目编码 这里已经把存储试题的一个Excel文件Date3给它拷贝到了项目当中 我们可以打开去看一下 在Date3当中包含了9道试题 分别有试题的题目、题型以及ABCD的4个选项和这道题的一个分值 我们下面就要把这个题给它去生成到我们Word的试卷当中来 回到代码里面 首先在最上面我们先去导入我们这里所要用到的一些模块 第一个XRID模块是我们要去读取一个Cell文件所需要用到的 第二个Random模块通过它我们去打乱试题的顺序和试题它选项的一个顺序 后面这三个就是我们去生成Word文件的时候会用到的 下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先去给它读取一个Cell当中的一个内容 进行一个变量Date去进行接收 通过XRID模块下面的OpenGangWorkbook 这里去进行读取 读取完成之后我们要拿到当前一个Cell文件当中的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Shit去进行接收 通过Date.ShitByIndex去进行获取 这里传入一个0 这个呢就是获取到一个Cell当中的一个工作表 那在下面呢我们给它去定义一个Class 定义一个Question 定义一个试题类 这里面的这个属性呢我先不去填写 一会儿呢我们把读取到的这个试题的内容填充到我们这个对象下面来 下面呢我们去定义一个CreateQuestion的一个方法 通过它呢去组装试卷 在这里我们先去定义一个变量QuestionList 给它复制为一个空的一个列表 这里呢我们通过FullIn呢去进行便利 后面呢这个Range就是找到我们当前工作表 它的一个总行数NRose 下面的话我们要得到一个Cell当中的一个试题的数据 这里的话呢前两行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数据 所以我们在便利的时候呢要先去判断一下它的索引 当I是大于1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进行构建 这块呢我们定义一个变量OBG 去接收一下我们实力化的一个试题的一个对象 在后面呢我们就给它依次呢去进行复制 第一个呢是它的一个Subject 定义一个试题的一个题目 后面的话呢就通过当前的这个工作表 Shit.cl这个函数呢去进行获取 第一个呢是它的一个行的索引 第二个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依次呢去进行填写 那题目的话呢是第二列 对应到所以呢就是1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I多号1 后面呢就是.value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题目 我们把它呢去复制一下 下面的话呢是提形 在这里呢我们给它去定义一个Question Type 后面呢把它这个列数呢给它去进行更改 这里呢是提形 后面的话呢就分别对应的是ABCD的四个选项 那么给它呢去复制一下 首先呢在上面定义一个obg.option 给它呢先复制为空 在后面的话呢通过obg.option.append 去进行追加 里面的话就是直接把我们shed.seal 然后这个后面的列数呢给它一次往后推 那这个呢就是选项A的一个内容 把后面的小括号呢给它添加上 然后依次呢把它去复制一下 这个呢就是列数是4 这是5 这个呢是6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的ABCD的四个选项 给它呢添加到了这个option当中 再下来是它的一个分值 所以的话呢就是7 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分值 把后面多余的呢给它删掉 那试题对象构建好了之后 在底下呢我们把它呢 加到我们上面定义的一个question list 这里面来 通过它呢访问一个open的 把obg呢给它呢去添加进去 当我们这个循环执行完成之后 那在question list当中呢 就存储了我们一个sell当中 所有的一个试题的信息 那这里的顺序的话呢 就按照这里的一二三次呢 去进行存储的 那我们在word的试卷当中呢 希望它的试题是一个随机打乱的 那我们在循环完成之后 通过random下面提用的一个 shaft的一个方法 把question list呢给它呢去传入进去 那它呢就是将我们的序列当中 所有的元素去进行一个随机的排序 从而呢就实现了一个 我们试题呢是个随机的效果 最后呢我们把question list呢 给它去返回回去 那这个时候这个question list 它呢就是一个随机排序后的一个列表 下面的话呢我们要去生成word试卷 首先呢去定义一个方法 create paper 参数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去生成word文件的一个名字 这里呢去定义一个fill name 第二个呢就是试卷的一个名称 这里呢给它传入一个paper name 第三个呢就是试题的一个信息 这里呢定义一个question list 里面的话呢我们先去定义一个文档对象 定义一个document呢去进行接收 下面我们想要去生成这个试卷 那在试卷当中呢包含哪些信息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试卷 在试卷的最上面呢包含的是试卷的一个页媒 底下呢是一个页角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去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页媒和页角的信息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试卷 它上面的一个试卷的名称 性名所属部门 这个呢就是试卷的一个基本信息 那最后呢就是一个具体的试题的信息 这呢就是试题信息 我们先来去看第一部分 这里我们要去设置它的一个页媒和页角 首先呢通过document.sections 通过它呢先得到我们word文档当中所有的部分 然后通过所以呢找到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默认的话呢在word文档当中啊只有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需要特殊的布局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创建多个section 那我们默认呢就只有一个 所以我这里呢就通过所以0呢去进行获取到 这里呢我们先去定义一个变量section呢 给它呢去进行接收 那每个部分呢都会包含一个页媒和页角 这里我们通过section.head 去获取到它的一个头部的信息 去定义一个变量head呢去进行接收 想要去设置里面这个内容 通过head.paragraph 所以0去找到它当中的这个段落 然后定义一个变量pe呢 给它接收到设置pe.test 等于呢我们所传递过来的这个诗卷的名称 把这个paper name呢给它添加过来 这个呢是去设置它的一个头部页媒的一个信息 那想要去设置它页角的信息呢也是一样 这里呢我们定义一个变量forter呢去进行接收 同样通过section.rforter得到我们一个底部的部分 在下面呢通过forter.paragraph 中文号0得到我们底部的这个部分 给它设置一个编量pe2呢 给它接收到设置pe.test 后面的话呢直接显示一句话 就是内部试题禁止泄露 底下的话是去设置试卷的基本信息 也就是这里试卷的名称以及姓名和所属部门 这里的话呢我们通过document.add 刚拍顶去设置它的一个标题 那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所传上的一个paper name 第二个的话是去设置标题的一个级别 我们给它呢设置为一个一级标题 level呢等于1 名称呢是一个居中对齐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给它去定义一个title 底下呢设置一下title.element 它的对积方式 这里呢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了 通过wd-erlent-paragraph.center 这个呢是试卷的名称 下面的话呢姓名和所属部门这里 我们通过document.add-paragraph 它呢去定义一个段落 在这块呢定义一个编量p3呢 给它呢去进行接收 那我们想要给这个段落当中呢去听一下内容 这里呢通过p3.add-run 第一个呢是姓名冒号 后面呢给它手动加几个下滑线 然后去复制一下 第二个呢是所属部门 对积方式的话 同样和我们上面这个试卷呢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居中对积 这里呢通过p3.element 给它呢设置一个居中对积 现在的基本信息构建完成之后 底下来呢就是要去写入我们一个试题的信息 这里呢我们通过full-in呢去进行便利 首先呢前面定义一个question 后面呢就是我们参数所传递进来的一个试题列表 question list 那在去便利试题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首先最上面是这道题的一个题目 后面是它的一个分值 题目这里呢会有一个加粗的一个效果 在前面呢会有一个1234的这种编号 我们首先呢先回到这里 我们先通过document.add-paragraph 给它呢去添加一个新的段落 前面的话呢我们给它呢去定一个变量subject呢 给它呢去进行接收 后面我们想要给这个段落当中呢去写入这个内容 我们通过subject.add-run 里面写入是这道题的一个题目 通过question.subject去进行获取 在前面呢我们定一个run呢去进行接收 题目的话呢是一个加粗显示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run.board 给它呢设置为tru 这个呢是题目加粗的一个效果 那在题目的后面呢还会有这道题的一个分值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继续subject.add 给它呢继续呢去进行填写 那是一个中国号 这个呢是多少分 这里呢我们通过字不算拼借的方式呢 给它呢去添加过来 这块呢获取到这道题它的一个分数 分数添加完成之后 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abcd的四个选项 选项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注意 要把它选项的一个顺序呢去进行一个随机的打乱 这里呢我们通过random.shuffle 然后呢把选项呢给它去传承过来 通过question.option 这里呢是去打乱选项的顺序 打乱完成之后 底下呢我们也要通过full in呢 给它呢去进行便利 这里呢我们在去进行组装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它的一个锁引 所以这块呢我们将我们的question.option 给它呢去进行组装一下 那现在就通过这个方法 把我们原有的列表组合成了一个带锁引的一个列表 我们在底下呢就可以通过index去拿到我们的一个锁引 这里呢我们通过document.add-paragraph 给它呢还是去添加一个段落 里面的话呢我们先给它通过一个字符算转换 把我们这个选项呢给它去传入进来 那这个选项给它添加完成之后 那边呢是不是还会包含一个abcd 我们这里呢想要把abcd依次的填充到我们这个选项的前面 这里通过锁引的方式去进行获取 给它呢拼接过来 这个呢是去写入我们的一个选项的内容 截入完成之后我们在它的这个循环的外面 通过document.c5呢去进行保存 这里面要去保存的一个文件的路径 就是我们所传入过来的一个feel name 那这个方法写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呢去复制一下 在底下呢去调用看一下效果 这里呢访问一下creator paper 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生成过的文件 它的一个地址 第二个呢是我们试卷的一个名称 这里呢我们给它写上一个2020年第一季度内部考试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questanlist 就这道题它的一个试题列表 这个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访问一下 上面的creator question 通过它呢去得到我们的实体列表 然后把它呢去传入到我们这个方法里面来 那我们在前面有说过 要根据参加考试这个业务员的一个人数呢 去生成对应的一个试卷 所以我们这里呢给它呢去定义一个循环 那假设我们这次要参加考试呢是十个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给它去生成十份试卷 所以在这块把这个生成试题和生成试卷的方法呢 在循环当中呢去进行调用 那里面这个试卷的一个名字我们给它呢去做个拼接 一会儿呢定义一个paper 后面把我们这个所以呢给它拼接过来 这里写上一个i加1 也就是试卷的命名呢会按照paper1 paper2一直到paper10呢去进行命名 在后面不要忘记给它呢去加上一个word文件一个后缀 .docx 保存一下 加好之后呢我们先去执行看一下效果 看到这里呢就把我们的试卷从paper1到paper10呢给它去生成出来了 我们这块呢就打开两个去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是paper9 看到这个是我们试卷的一个名字 底下呢是姓名所属部门 底下的话呢是试卷的题目分值以及ABCD的四个选项 那这个和我们最开始的试卷呢去对比一下 我们发现是不是前面这个1234这个编号还没有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试题的题目呢是个加粗的效果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来 那关于试题的这个编号呢它并不是手动的去进行填写的 这里呢会用到一个段落的一个样式 这里呢找到生成标题的这个段落 给它呢去定义一个style 后面的话呢通过word当中提供的一个内置样式 这里呢给它设置为一个list number 这种它显示出来呢就这种1234这种效果 如果我们想要像无序列表当中那种小缘点那种效果 我们也可以在它的内置样式当中呢去进行查找 给它呢去进行运用过来 那第二个是加粗呢没有正常的显示 这里呢有一个拼写问题 我们把它呢去调整一下 现在再来重新呢去执行一下 现在打开看一下 找到这个paper9 这时看到1234是不是正常的就显示出来了 同时呢试题的一个题目是一个加粗的效果 这个呢是paper9 我们现在呢再随便打开一个paper7 看一下它的第一个题呢是500G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下列的私用设备 看到它的这个试题的顺序呢 是不是已经是进行了一个随机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再来找一下这个paper7当中这个题 看到这里呢同样一个题 它的选项的顺序呢也是不同的 本小节我们通过前面所学的知识点 完成了综合的项目练习 那关于word自动化的操作也高于段落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PPT自动化的学习 都不缺乱的根源 看一个试题 这看一个试题 endre画有什么试题 那些试题 就是匕题的试题 这些试题